唱歌,然后我也喜欢跳舞的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我喜欢民族 我特别特别喜欢民族 他就说叫我以后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培训班 因为我以前也兼职嘛 我去那些培训班兼职 就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就给别人上课 对,很好的 如果叫一个人来演 他也演不出这么好吧 他是真的很好的 哇,快两万人了 天呐 对,而且他是一个非常 助人为乐的一个人 非常助人为乐的一个人 他数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本来想去散步的 看见你直播就不想散步了 真的呀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小赞赞 待会他应该会来直播间的 他现在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 对,我喜欢很多舞蹈 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舞蹈的人 我喜欢歹族,围族,羌族 还有就是比如说 还有就是蒙古族,藏族,还有那个 以前我们跳很多 但是特别喜欢的就是还是维族 一边散步一边看你直播 一边散步一边看你直播 谢谢啊 谢谢关注,谢谢大家 对,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你们大家就是 给叔叔阿姨们 展示一下 现在因为 也没有很好的地方可以展示 这个在农村吧 都是泥巴地 几年法卡不好看 没事的,我刚刚洗了头发 刚刚洗了头发 然后 刚刚 干一点点 一边炒菜一边 一边看我直播真的呀 耳朵好没有 我耳朵的话 这几年都是这样的 没事的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都习惯了 我一次 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雪都留在这儿了 经常发炎的 我的 左耳就是这样的 习惯了的 谢谢大家的关注 哇塞 好多人 快两万人了 一万九的人 谢谢 然后你们可以没有关注的 这个地方可以点点关注 我待会儿 给你们唱唱歌 等安安来 你们想见她 等安安来 她现在应该还在路上 说着等安安来 我就想到 想到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事 就是不是说 经常有女孩子 就是比如说遇到危险 然后 在这个电话里面 不知道给对方说 怎么求助 然后她还给我编造了一个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 比如说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说如果我给她通话 我要发出怎么样的 就是警报语言 要不就是她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会给我发怎么样的信息 她会给我 我们两个会 她给我设定了一些语言 你说她贴不贴喜 妈妈她们在那边 对按号 就是按号 经常发言不好 这个都成这样子了 都浪了的 我从小就这样 因为我的话 我们 哎呀 我们自己那个就是 少数民族服饰 不戴耳环 不好看 从小就有 耳洞的 我耳朵烂了 真的 有按号 我的第一次一个人 给我设定按号 真的 我真的发誓 真的 就比如说 她说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给她说什么什么话 然后她如果有遇到不方便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时候 她就给我说什么什么 不要说出来给外人听 我没有说 我带你们去看鸡了 我要带你们去看鸡了 穿衣服 太多蚊子 这两天晚上 我带你们下去玩嘛 娃娃在那儿 没啥呢 谢谢叔叔阿姨 哥姐们的关系 我这个耳朵就是不痛的啊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伤了 我们这个衣服的话太多扣子了 你爸爸呢 你爸爸呢 我爸爸呀 已经和我妈妈没有在一起 他们两个分开了 我都说了好多次了呀 但是还是每天都会有人问我 那样子 我直接说 我这里 都是咱妈 土鸡了 吃土鸡了 出土鸡咯 我用我妈妈的电话回一下 她给我挡电话干什么呀 她应该是不知道我在出土鸡 落日了 落日了